今天上午,旅韩大熊猫福宝迎来了自己的三岁生日,韩国爱宝乐园也是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。 在此之前,江爷爷和宋爷爷就开始张罗起了福宝的生日会,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个鲜花大蛋糕。 福宝的粉丝们也纷纷来到现场,为这个可爱的小公主送上生日的祝福。 对于江爷爷他们送自己的这个鲜花蛋糕,福宝真的是喜欢的不得了,一个劲地把脑袋放上去不停地蹭,因为真的是太香了。 鲜花配美熊,果然大熊猫也逃不过爱美的天性。 大熊猫福宝2020年出生于韩国爱宝乐园,从小时候起,福宝就凭借可爱的外形和调皮的性格,在海内外拥有众多拥等。 韩国饲养员江爷爷和宋爷爷对福宝的爱也感动了许多人。 而在这个月初,福宝的妈妈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宝宝,福宝一下就升级成了姐姐。 虽然现在没有妈妈陪在自己身边过生日了,但还好还有爱她的爷爷们和粉丝们给自己庆生,福宝今天也是开心的不得了。 三岁对于大熊猫来说,就意味着即将进入成年熊的行列了。 今天的生日对于福宝来说,更像是她的成熊里,今后她就要自己勇敢地面对精彩的熊生了。